大家好,我现在山西大同所在的这个地方叫乌金广场 去看看我后面的那个是不是乌金 什么叫乌金,就是煤炭,最好的无烟煤 去看看是不是 这边有个大石头,上面写的是玉和园 应该是 走,我们往那边边走边看 那边远处那个大桥是我之前拍的那个北都桥 特别好看的一座大桥 这上面写的是,被这个大爷给挡住了 流金岁月,我猜的啊,应该是 他这个叫乌金广场嘛 那这个中间我猜以为是那个煤炭 我刚才问保安了,保安说不是煤炭,是石头 这个花应该记得没错,叫格桑花,是吧 特别好看,早些年玩摄影的时候我就喜欢拍它 这个花一年四季好像都开,不管什么季节 那边还有喷泉啊,等一下我们去欣赏一下喷泉 我听保安说它里面是装了灯的 所以说它晚上它会亮灯 特别好看啊 如果它真的把那个煤块放在这里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乌金就是最好的煤炭嘛 但这个我仔细观察了,人家说是石头,那应该就是石头 那上面是避雷针,对吧 防止打雷嘛 这旁边都是石头,这个也是石头 它如果真的把煤放在这里的话,嗯,这造成不小的浪费 因为能被称为乌金,说明这个煤很昂贵啊,对不对 乌金啊 这个喷泉怎么样 一般常见的喷泉是不开的,它这里喷泉是开着的 看一下可爱的小花花 一般游玩到最后一天都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没什么压力了,该跑的地方,我都去了,对吧 所以说游玩到最后一天,我们就自由的发挥了 想怎么轻松,就怎么玩 走,我们过来看看喷泉 这个喷泉虽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它至少开了呀 全国各地,我看过无数的喷泉,能给它打开的 那就屈指可数了 不是每个地方都舍得开的 怎么样,它这个就在小区门口 它还舍得把喷泉打开来 让你们自由的在这里欣赏 对不对,这还是不容易的吧 而且它不限时间,对不对 想打开就打开 这边就是小区啊 这多好呢 往前走,走到这个玉河边上来 这条河是大同这边最精华的风景带了 左右两边好得不得了啊 大同是玉河全民健身步道 这条步道 哎呀,我的天呐,真的 从我身后一直到前面 至少好几公里 这个大桥之前我拍过了 重点介绍过了 在这里不详细的去说了 关键是这个河边的风景怎么样 确实很好,是吧 而且这个栏杆很坚固 金属栏杆 还有一种是石头做的栏杆 我觉得金属栏杆也是可以的 只要坚固就可以 这比什么都重要 今天还有个优点什么 不晒,对不对 你要是晒的话那也不行 它没有太阳嘛 所以说我走在这里的话 就会显得特别的舒服 还有野鸟 好像是白鹿 也不像是白鹿 到底是啥看不出来啊 大同最著名的就是煤矿了 它既然说是乌金广场 那它这边是不是也会产那种乌金 就是最好的煤嘛 无烟煤 才能被称为乌金 理论上来就 理论上来说的话 像这么著名的煤炭之城 应该是有乌金的 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